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田 今天要去摘星星 要摘的就是大阪的米其林星 今天要去吃的就是烧鸟釋松 是一個串燒烧鸟的專門店 然後是屬於套餐式的 那這一間一直都是在大阪的串燒 屬於名列前茅 它被露骨上面的分數也都很好 也是多年的百名店 那今天就是非常的幸運 訂到了這一間餐廳 那現在我們就一起出發摘星星燒鸟釋松 燒鸟釋松位在大阪市中心 我們從地鐵站肥後橋站走過去約8分鐘抵達 主廚Hidato-san被譽為日本燒鸟的第一人 擅長各式懷食料理串燒 食材是選用日本頂級的三大地基之一 筆內地基 將各個部位細膩的料理 自2007開幕之後就多次獲得米其林的殊榮 也是大阪地區評分最高的燒鸟 肉的竹竹江振成也說過 他認為日本最好吃的燒鸟 就是出自Hidato-san之手 我們今天就要來好好享用筆內地基囉 快叫是雞骨頭耶 很可愛 第一道是起司關東煮 使用北海道馬背起司 口感很綿滑 真的很像豆腐 用雞高湯膨脂 帶有一點肉味 我覺得很配酒 第二道筆內地雞胸 主廚的燒烤功力真的很好 飯熟雞胸肉烤得恰到好處 不燙口也夠溫熱 肉很嫩也不會柴 再來是筆內雞腿 皮很脆 肉沒有什麼調味就很鮮甜 口感是脆又彈牙的 非常juicy 很多雞油但是卻不會油膩很厲害 蔥白也很甜 這個鞍唇蛋太驚豔了 使用醬油跟紹興酒調味 一咬下去是糖心蛋的口感 接著就入口即化 非常綿滑 帶有淡淡的紹興酒香 這個超好吃 再來是筆內雞火腿 這道上菜時 同時也會斷出雞火腿給大家拍照 搭配了橄欖油 胡椒 藍莓 木素芽等等 使用的是廣島縣尾圓農場的香草 雞油混合了橄欖油之後 有一股清香 肉很有嚼勁 像在吃厚切版的沙拉蜜 第一次吃雞肉生活才覺得很特別 再來就是經典的雞翅 雞翅當然是燒鳥必吃的 這道非常期待 因為看到師傅烤了很久 聞得到木烤後的燻香味 還有用紅茶燻過 香味很獨特 外皮超級脆 肉非常的嫩 又很多 只會讓人啃得意有味 選用了金針菇的下半部 用清酒烤得非常香 要分開吃 不要一口吃 清甜多汁又帶有淡淡的酒香 口感很細緻 真的很喜歡耶 再來這道是筆內雞肉三明治 裡面有雞腿肉 醃黃瓜 黃芥末 巴西里 先說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很像在吃牛肉漢堡一樣 醃黃瓜很順口不會太硬或太酸 整體風味很好 吐司焦度呢恰到好處 帶有一點焦香卻不會乾硬 吃完之後呢很想再馬上點一個 再來是很稀有的部位 雞針周邊 它的稀少程度是要湊成這一串 需要六隻雞才夠 口感香脆彈牙 多汁但不鹹 再來這道是整根的紅蘿蔔 全部都能吃 包括它的外皮 超級甜 外焦內嫩 甜到以為自己在吃蜜地瓜 外皮已經烤到發黑 卻沒有一點焦味或苦味哦 這是名古膠脂雞 也是日本三大地雞之一 這一道包含了雞腿雞胸 它的肉質呈現粉紅色 可以吃到傳統的土雞肉味 搭配柚子醬 風味很像鹽蔥的烤肉感 醬汁酸酸的我覺得很開胃 再來這是筆內雞肉丸 是味道很好的雞肉丸 內部呢都是半熟的狀態 非常的嫩 口感既柔軟 但是又有彈性 上面撒了一些山椒粉 很香很提味 外層的醬汁有一點點的甜度 我覺得很加分 再來這個是筆內雞玉子燒 超級鮮甜 是會出汁的玉子燒 這個蛋真的嫩爆 雞高湯味滿意在軟嫩的蛋捲裡面 很驚豔 絕對不是一般想像的玉子燒 再來這道蠻特別的 來了一碗鴨肉 是河內鴨肉中 搭配山椒醬汁 很有高湯的風味 吃一吃我覺得好像還蠻開胃的耶 結果居然放在這麼後面 再來這個是雞肝煎餅 看起來像一個甜點 裡面居然放的是雞肝 一口咬下來有一些滋軟的香味 雞肝溫潤沒有腥味 搭配奶油跟果乾 口感很豐富 突然有點像在吃法式料理的感覺 再來這個厲害了 是我們家點的提燈 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提燈 就有聽說是非常厲害跟稀奇 屬於串燒界中的限量珍品 不是每天都有 正好今天有 所以我們就一人都點了一串 提燈其實就是老母雞的卵巢 連接著胃腹殼的蛋黃 外型就長得像一個提燈 所以就叫提燈囉 卵巢的部分有點脆脆的 而那圓圓的蛋黃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像是一個蛋黃的水球 放入口中牙齒輕輕一咬 外層就破了 一瞬間爆的一聲溫熱的蛋黃 就在口中爆開 非常非常的濃郁 我覺得很新奇 而且它的味道不會腥 是很美味又厲害的蛋黃 整體的口感很特別 烤的也恰到好處 但是對我來說呢 有點太濃郁了 沒有特別喜歡 可以嘗鮮 再來就是烤糞團生薑 跟餅內雞湯 這個雞湯呢 很濃很濃 我覺得有點像在喝雞精一樣 烤過的飯很香 不黏牙很喜歡 裡面有醬油跟生薑 我覺得味道很棒 最後就是香又舒服的 京都番茶跟酸甜的 梅子雪花梅子冰 很爽口很舒服的結尾 吃完啦 我們最後的金額是23650日幣 換成台幣大約是5250元哦 最後主廚Hidato-san 真的是太熱情了 居然還請我們喝酒 我喜歡台灣 我們愛日本 乾杯 謝謝 謝謝你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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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米歇林在深圳堂 我們吃完了 比對頭上煮出真的是非常的親切人超好的 最後還請我們喝酒 然後還讓我們可以進去跟他合照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每一位同仁也都超親切 然後其中也有一位他正在學習中文 所以他都可以用簡單的中文跟我們介紹是什麼料理 非常的開心 很好吃 那我們回去再講比較詳細的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就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吃完了米其林一心雙鳥勢足的心得 那食物的部分我覺得其實真的很厲害 那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這樣吃起來 其實不會覺得膩或者覺得無聊 因為其實都是雞肉吃久了 你會覺得可能什麼又重複了或什麼 但其實因為他透過了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烤法跟烤的熟度調味 讓他有不同的風味出現 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會期待說 現在端來的這一份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味道 所以我到後面都很期待說就是 那個會講中文的小哥哥他在上菜的時候 跟我們講說這是什麼 然後我還覺得有一點蠻不錯的 就是因為像欣田在影片中間有提到說 他沒有太多的調味都是烤出來的 然後但那個肉就會被逼出不同的風味出來 然後這可能就是主廚烤的功力的展現 但在有些品項上他還是會有些許的調味 那些調味就是很達到畫龍連結的效果 然後像是一些可能胡椒啊 山椒鹽 芥末 肉質會有更香更濃的味道出來 然後雞肉的原味會被帶到好像另一個層次 我覺得這就是主廚的功力所在的 好吃 再來食物的部分我覺得特別像是紅蘿蔔啊 或者是玉子燒這些 就是可能我們都會有對這些東西 很有既定的味道想像 但是那個紅蘿蔔我覺得真的很驚豔 怎麼可以把紅蘿蔔烤得那麼好吃 而且一開始看他在烤的時候就想說 哇他那個皮都很黑了 對對對 但是其實吃的時候那個黑的地方 都沒有那種焦味或是苦味 對 因為那個上菜的時候就有說 這紅蘿蔔是整個都可以吃 連皮都可以吃 對 那個瞬間你就會有點懷疑說 欸 上面那個黑黑的確定嘛 結果吃下去很甜 已經變得好像是在吃一個甜點一樣 玉子燒是我真的很喜歡的一道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短 會一直出質 出高糖的那種 真的顛覆我的想像 對 這個玉子燒 真的不是我印象中的玉子燒 還有那個啦 鞍醇蛋啊 對對對 居然是糖心蛋 太好吃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鞍醇蛋是糖心蛋的 其實這樣十幾道吃下來 還是會很飽 你不要看他都只有一隻一隻一隻 可能你再點一杯酒這樣子搭配 就真的是很夠的 那再來分享第二個部分 就是他的整個服務跟環境 對 因為畢竟他是米其林一型嘛 所以禮當你就會覺得會有一些尊榮的服務嘛 就是他會有一套他的標準 那這間店當然他也有做到 一開始去 我很少看過有店家在門口等客人的 明明他只有定位的名單 但他不一定要到外面來等我們 這部分一開始就覺得滿特別的 裡面整個環境氛圍都很好 就是我覺得也很幸運啦 就是剛好坐在那個烤爐的正前面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個位置就是可以直接看整片烤爐 看著主廚真的很嚴肅 很認真 但一烤完他就笑著很開心的來問大家說 好吃嗎 好吃嗎 很專業 然後也覺得他人超好的 然後服務上面我覺得都很好 剛剛有說到就是有會中文 他正在學習中文 所以他就都可以用中文跟我們簡單的溝通 那最後來講一下就是關於價錢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會非常知道 那我們這次是在網站上預訂的 是他固定的一個套餐 價錢是一個人9680元日幣 對 裡面就是含我們吃到的這17道 基本比較特別就是你申請預訂之後呢 他是會在寄信告訴你有沒有預約成功 所以不是你送出之後就確定預約 還要等他的回復 飲料啊或是酒的價錢 其實就跟去一般的餐廳啊 都是一樣的價錢 而且你看其實如果把這個價錢出去17道 這樣子 一道大概不到600日元 喔對阿這樣算起來其實就會覺得 好像不會很貴 然後又是這麼好的一個服務環境 然後又是米其林一星 又是這麼厲害的店 對 就覺得嗯OK 但在價錢的部分可能就是 加點的時候會有一點小緊張 因為在他要準備上最後幾道之前 他會拿一個小Menu 但上面就是今天可以加點的東西 可是上面沒有任何價錢 所以就會有點緊張說 欸就是不知道這些東西多少錢 對 那這個忐忑的心情 在拿到帳單那個瞬間就消失了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點的那個提燈 比我們想像的便宜 換算下來差不多跟我們前面說的一道 六七百差不多 應該都是那個平均的價格 只是因為之前我們也沒有吃過提燈 所以就有點緊張想說 啊不知道這個會不會很貴呢 因為聽說是蠻稀有的 也不是每天都有 那我覺得今天也算是幸運 可以初體驗一下這個提燈 嗯 因為基本上在日本 就是米其林的餐廳 除了像東京那幾間拉麵以外 要吃到法式料理 或者是壽司或懷石料理等等 我們印象中的高級料理 對 才會是米其林 那燒鳥基本上是非常稀有的 嗯 然後如果像是法餐啊或是懷石 可能一個人都是兩萬都會有的 三萬 所以相比之下就會覺得 嗯這個價錢 然後可以吃到米其林一新的燒鳥 我覺得很值得 所以我會很推薦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很值得的部分 就是住宿 因為住宿Hideto-san 這麼厲害的人 然後他在你的桌邊幫你服務 然後幫你上桌 還跟你聊天 那麼熱情的歡迎我們 就是這個體驗是非常值得的 他們的其他同仁也都很可愛 也很熱情 對 就是看到我的鏡頭 他們都嗨嗨嗨就是很開心 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 嗯 非常有熱情的一間店 對 用心在做每一道料理 對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啦 真的很棒 然後也很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來品嘗看看 好那今天的大阪米其林一新專心 成功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欣天 如果你想記得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點一個喜歡 訂閱開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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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